作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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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才是我今生最痛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好县长说了 咱们县里大报馆的记者也会随同他一道前往 所以你们可要打扮打扮 穿着体面一点 好跟县长合影留念 也让报社传承认你们 让众位及贵妇可以登上各大报 广为人知啊 那不是大大的露脸 大大的出名 大大的风风料组了吗 那是那是啊 从此可以名扬天下 财力广进啊 谢谢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不过科兆 这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您不是要处罚我们吗 怎么 和人家要搬扁鹅给我们呢 是啊 而且你还这么的盛大骑士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位应该比我更清楚啊 都怪在下永远不识泰山 还望各位万情海寒啊 万情义怪啊 那我就不打搅各位了 我先告辞了啊 明儿早上高点铺见啊 高点铺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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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更为明天见呢 明天见 再见 跟各位明天见啊 明天见 哇 Streepà。 挖了 olisρέcit 再加快点 召起来 好 稍微 再见 来 Happy 红无缘 这事 太厉害了 你还有这么个权贵亲友帮你走人情通关节呢 哎呦 你应该把这个人介绍给我认识 万一我要遇上什么麻烦事 我也可以 万一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权贵亲友 这个 这个暗中帮我的人 他是我读书时候的一位同学 他也只是个生意人 哎 生意人 那他一定是个有钱人 哎 这年头啊 有钱能使鬼推磨 他一定使了不少钱帮你推的这个磨 如意啊 我说这个人啊 他一定啊 是看上你了 喜欢你 专一 专一 那个 妈 您就别在这胡乱瞎猜了 我看这好像也没您什么事 您要不先先回去啊 哦哦 对对对 我先回去 我叫回去啊 把我结婚时穿的那件大红喜气衣服给找出来 明天呢 我要跟县长合影 让记者们来拍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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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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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这个店铺真正的主人 那明天不关我的事 关谁的事啊 啊 你说 哎呀 如意 你说是不是啊 是啊是啊 但依 您是店房东 您也应该张光才是 那才对嘛 可是 妈 您不是已经决定 从明天起把那个店铺改做给别人不是吗 哎呀 如意啊 我看你要赶紧 给你个同学打个电话 请县长改个旗 等你另外找到新的店面重新开张的时候呢 再请县长啊 记者啊 来搬扁 来拍照 否则 我妈今天呢 和你把合约给解了 明天你可是连挂招牌的权利都没有 那 那还请人家搬什么模范店家的颠额 哎呀 还给记者来拍什么照 还上什么报纸呢 哎呦 哎呦 我之前是说 哎呀 那个 是 解除合约吗 哎呀 那 那我是怕 容易 交钱给了我 跟我签了约 哎呦 再被卫生局调牌丰富 我是怕他吃亏啊 哎呦 现在这个问题都没有了 都解决了 不算数了 不算数了啊 哈哈 哎呦 那我就先走了啊 哎呦 哎呦 婶婶婶婶 电租和电压金 不带走了 哎呀 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了啊 哎呦 不算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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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不大对呀 嗯 我妈这个向来事前如命 这会儿却连钱都不拿 这肯定有问题的 嗯 肯定是有问题 哎 婶婶该不会是想 等到上报风光以后 再把店铺 涨价 改租给别人吧 过了今天午夜 段姨是可以怎么做的 因为段姨 她并没有收 我们这一月的租金 而且我们手上 也没有付店租钱的收据 到时候段姨 段姨她可以说 我们没有付店租 违反租约 而收回店铺 押价 改租给他 你担心的一点都没错 婶婶 看她今天的言行啊 八成是收了人家的订金了 所以 她急着过来 要跟你解除租约呢 这样 这么做 我觉得 我们应该要 你说什么 店铺得大后天 才能租给我 是啊 这原来的长租人呢 突然病了 一时没办法劳动 求我通融两天再签出 咱们总不能一点都不讲人情吧 所以呢 我就答应他们了 也就再求您通融两天 大后天 一定把店铺交给您 咱们到时候再正式生效 成吧 不行 不行 一天都不能等 这 咱们是早就约定好的 明天你就得把店铺给腾出来 把店铺交给我 要不然 你就得退还我双倍的订金 可是 没有可是 没得商量 先生 怎么约定就该怎么做 可是 好吧 我这个人呢 一向说话算话 依照合约 我应该退还你双倍的订金 然后 大后天 咱们的合约 在正式生效 成吧 怎么约定 就咱们算吧 给 就就这么 好吧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大后天 大后天肯定不能再拖延 否则我就不租了 你放心 大后天 我一定将店铺交给您 这个成租人呢 要是不迁出 我敢也把他赶出去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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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生哥 这几年帮我们这么多的忙 我们真是钱他太多了 是啊 要不是长生啊 咱们早被秋段赶出店铺了 这孩子 真是帮了咱们很多的忙 现在除了长生 咱们又多欠了一个人的人情 妈是说 那咱们以后怎么报道他这个恩情呢 这个恩情 咱们难以偿管 这个寒家都 真是个挺不错的男人 有钱有本事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你真情真意 妈在想 妈在想啊 你是不是应该认真地考虑考虑 我觉得 你应该珍惜他 接受他 让他来照顾你 陪伴你的后半生 妈 你怎么又老话重提了 咱们不是说好 不要再说这个问题了吗 我是林家的人 我永远都是 我不会离开的 如意啊 这次要是没有了 韩家东的帮忙 咱们的生活 会陷入什么样的绝境 你有没有考虑啊 我 所以啊 我一想临走的时候 才会再三地叮嘱吗 一定要让你再嫁 可是妈 如果我都不能陪在你的身边 你又让我怎么能放心呢 我知道 我知道妈是为了我好 温香哥也是为了我好 你们都怕我过苦一遍 但是 要我现在离开你和两个孩子 离 离开你们 我是做不到的妈 而且 当年 我这个被丢弃在风雪中的孩子 要不是妈 把我带回林家 要不是妈 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长大 哪有今天的林如意啊 妈 你现在让我离开你和两个孩子 去再见 你说 我做得到吗 你这个傻孩子 你这样说 不是也要把妈逼死吗 妈 难道你非要妈离开这个世界 才能让你不再为我牵绊吗 妈 你不要这么说嘛 我不许你这么说 那 那你就答应我 答应妈 别再那么固执了啊 如果碰上一个好男人 他能真心地疼惜你 你就带着孩子跟了他吧 啊 妈 这是妈的心愿 也是文祥临走前的心愿 如果 你真的疼惜妈 如果你 想让文祥在天之灵 也能够安息的话 如果碰上一个好男人 他能真心地疼惜你 你就 你就跟了他 你就带着孩子 跟了他吧 啊 除非 除非那个男的 愿意让我带上婆婆嫁 什么 如意啊 你明明知道 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带着婆婆嫁的 你啊 你就拿妈当做挡箭牌吧 妈 我们今天不要谈这个问题了 好不好 有件事 我还没告诉你呢 我为了筹琴 把我们家的三门车当了 就在离当铺不远的路上 钱被抢了 连当票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呢 算了算了 才去人安乐 人没事就好了 往后啊 咱们多攒点钱 能省则省 先把高略债还了再说 啊 嗯 好 嗯 对了吗 啊 怎么没看到两个孩子 贵策和念祖 他们到哪去了 哎 真是啊 这好一会儿 都没见着孩子了 哎 他们是不是出去玩了 哦 糕饼 卖糕饼 好吃的糕饼 糕饼 卖糕饼 好吃的糕饼 叔叔 买糕饼 糕饼 卖糕饼 好吃的糕饼 糕饼 卖糕饼 好吃的糕饼 糕饼 来吧 我看这儿的人 好像不太喜欢吃糕饼 咱们到别处去卖吧 嗯 糕饼 卖糕饼 好吃的糕饼 两个小朋友 你们是姐弟吧 嗯 你们俩卖一样的东西 怎么不分两地买的 那样的话 你们做生意的机会能多一倍啊 这位大叔说的对 咱们卖一样的糕饼 不应该在一起卖的 我们分开来卖的话 卖的糕饼 可以增加一倍 对 咱们呢 就分开来买 好 燕祖 你就在这儿买 姐姐呢 待会儿到那边去买 天黑钱 到这边来碰头 好 赚了钱 回去给妈妈和奶奶 嗯 姐姐先走了 好 糕饼 卖糕饼 好吃的糕饼 糕饼 卖糕饼 好吃的糕饼 叔叔 来个糕饼吧 不要不要 糕饼 糕饼 好吃的糕饼 可怜我 没父没母 买一个吧 你这么可怜 来一个吧 谢谢 谢谢 天哪好 嗯 可怜我 没父没母 上街买大饼 可怜我 可怜我 没父没母 买一个吧 嗯 拿一个 谢谢啊 可怜我 没父没母 上街买大饼 谢谢啊 买大饼 可怜我 没父没母 叔叔 你就买一个吧 多少钱啊 一分钱 嗯 好 买一个 谢谢 谢谢 拿着 好 可怜我 没父没母 上街买大饼 可怜可怜我 没父没母 上街买大饼 叔叔 你买一个吧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 这就错了 确实还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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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们布庄的生意 真是太好了 哎呀 托福 托福 这一年来 还不是亏你们 多多照应啊 哎 不不不 这都是您这么多年来啊 货真价实 信有保证 哈哈 您看啊 您这家布庄 可是本地布庄里面 数一数二的 您瞧瞧 这人山人海啊 客气客气 以后啊 还请您多多观察 那是一定 高饼 卖高饼 高饼 卖高饼 可怜我 没父 没母 上街 卖高饼 高饼 卖高饼 可怜我 小虹娘 高饼多少钱啊 四分钱 啊 给我来两块吧 谢谢啊 没父 没母 上街 卖高饼 高饼 卖高饼 怎么卖啊 购高饼吧 四分钱一块 那你拿一块吧 好 来 谢谢啊 来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高饼 卖高饼 可怜我 没父 没母 我爹卖高饼 高饼 卖高饼 可怜我 你怎么在我店门口乱吆喝呢 走吧走吧 别出去卖 我们店门口不许卖东西的 可是我 你怎么这么啰嗦 赶快走 到别处去叫卖 叔叔 拜托你 拜托你了 你看 这里来来往往的客人这么多 就请你让我在这里卖吧 哎呀 你真啰嗦 去去去去 别赶他 啊 刘老板 你忙你的去吧 是 你在这里继续卖你的高饼 没关系 啊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有用水 我能不能买一块啊 嗯 可怜可怜我啊 哎 那 likelihood 哎 哎 给你 哎 哎 谢谢谢谢 谢谢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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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买不掉 也得丢了 拿着 谢谢 快吃吧 拿着 谢谢 快吃吧 谢谢 快吃吧 拿着 快吃 爷爷 你怎么了 没什么 爷爷眼睛里面 浸沙子了 还好吧 没事 没事 爷爷 我们老师跟我们说过 眼睛里面浸沙子 千万不可以用手揉的 否则 会伤了眼珠子的 对 你们老师说的对 说的对 爷爷刚才看见 你送给那个乞丐一块糕饼 我妈妈跟我说 看到可怜的人 就要尽量帮助他们 所以我 你妈妈把你教得真好 她一定是个好妈妈 我妈妈是全天下最好的妈妈了 好好好 什么时候有机会 给爷爷介绍介绍 你这个全天下最好的妈妈 不对啊 刚才你说 你是 无父无母的孤儿 这 爷爷 你过来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实话 我是看人家这么寒 生意好我才这么学的 原来如此 不过 我真的没有爸爸了 我爸爸不久前 生病死了 怎么 你 你眼睛里也有沙子了 啊 老实不是说 眼睛一进沙子 千万别用手揉 否则 会生引珠子的 啊 呵呵 好 我叫刘饼贤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林慧慈 哦 会死 林慧慈 好 你以后 还会经常到这儿 卖糕饼吗 我很想来啊 哦 你看 这里来往的客人这么多 我的生意一定会很好的 嗯 可是刚才那位老板说 不让我到他们店门口卖 别听他的 我才是这里的老板 嗯 什么 你是老板 你是这个布庄的老板 是啊 嗯 从今以后啊 我特许你 可以在我的店门口 卖糕饼 真的 那当然是真的 一会儿啊 我带你进去 特别交代他们 以后 不但准许你到这里来卖糕饼 还得帮你在旁边 买一张小桌子 五百娜 再给你一杯水 让你顺嗓子 你爱怎么吆喝 就怎么吆喝 真的 你这位老板可真好啊 谢谢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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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谢 来 我带你进去 我把所有的糕饼 全都买下来 然后分给员工们吃 好 全部买下来 那当然了 走 来 太好了 谢谢爷爷 高饼要吗 不要 不要 高饼 卖高饼 好吃的高饼 哎 冰桃饼 好吃的冰桃饼 好吃的高饼 叔叔 高饼要吗 给我来一份 这里面有一张装票 拿着聚招放印子前的老臣 凌家欠的那篇高利债 就买下来 你说 我要你成为凌家的债主 然后天天带人上楼去逼债 最好能够逼死凌饼 或者凌家的老太婆 事成之后 我就能打结 高饼 卖高饼 好吃的高饼 这边请一看 他们不是您的一只儿子 来了 高饼 卖高饼 好吃的高饼 就这小孩 卖高饼 卖高饼 好吃的高饼 买高饼 卖高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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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我们这家家破人物 我要让你尝到 同样痛苦的滋味 高饼卖高饼 好吃的高饼 你要买高饼吗 就说买过高饼吧 高饼 高饼 卖高饼 好吃的高饼 高饼 卖高饼 好吃的高饼 来一个 来一个 谢谢 高饼 卖高饼 小朋友 你要买高饼吗 对对对 跟叔叔来这边 叔叔听说你的玉带糕很好吃 把小全都买下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叔叔 你真的要把我的高饼全买下来 全买下来 叔叔买你的高饼呢 是海工厂的工人吃的 叔叔身上没带钱 带你去拿钱 好 从这边一拐弯就到了 我穿上这身衣服可真漂亮 长生 你看妈今天穿得好看吗 怎么 不好看呢 好看 你看看我这个头发 好看 我也觉得好看 我自己都羡慕自己 那我明天就穿这套衣服 去跟县长合影 跟记者拍照怎么样 成 这再好不过了 你最好是把妆化再浓一点 那别人肯定认不出你是我妈 那就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妈 你坐 好好好 好看 真好看 来 妈 这里有小额的面票 还有一张兑换来的装票 您的钱 请笑脑 什么钱 这个就是林家交给我们这个月的月租押金 还有店铺租金 我替您换成装票 总共一百元 收据我都给人家了 哎哟 哎哟 你你 谁让你去收钱了 哎哟 这下你可把我给害惨了 害惨了 我 我 我怎么了 我这 哎哟 我已经 跟别人另签租约了呀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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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你看 我这个 你看看 我跟 我跟人家签的合同 人家可是付我双倍的租金呢 哎哟 真的哪个院大头可付这么多钱啊 这下看了 你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 哎 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呀 我同意大后天就要向店铺交给人家 租给人家了 我完了 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呀 哦 那您只好去跟人家说声抱歉了 你 抱什么歉呢 啊 你当签合同是儿戏呀 你 你 借死我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呀嘛 毕竟我们跟林家的合同在先 你也不能够片面毁约嘛 可是是林家付不起我电租 我当然有钱毁约了 人家没有付不起你电租啊 电租金正在你手上呢 这个 哎呀 我我我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心向外人的儿子啊 啊 都怪那个林周玉春 打你一从娘胎出来 他就给你喂奶水 啊 把你这个脑袋给喂笨了 把你的心也给喂偏了 让你现在整个人心都向着他 我 我想想我多不值啊 我生了你养你 你却心向着他 哎呦 我多不值啊 我多不值啊 我 妈 我真的做错了吗 你 你枉费了我给你取名叫长生 你可是我长肚子里生出来的 你明白吗 我我明白我当然知道我是你生出来的 可是我我也是一片好意想帮助你啊 帮 帮什么帮啊 我才不要你帮呢 你 你给我走 我 我不想听你说 妈 我 妈 你干嘛 我 妈 你走走走 我不想听你说 心想着林家 你干脆做林家的儿子算了 我 我想着我这是病苦啊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了 养了一个儿子 一点都不听话 我 都怪那个妖妇 心全都像着她 我怎么向人家交代 你说我怎么向人家交代啊 妈 明天啊 县长要颁额给我们 这可是件大喜事 妈 到时候可要打扮一下啊 我早就扶老了 还打扮什么呀 就这样吧 就这样啊 这个念祖和惠慈上哪去了 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呢 我看看 唉 他们到底干什么去了 都这个时候了 还不见他们回来 妈啊 孩子难免贪玩嘛 你就别担心了 只要念祖跟着惠慈啊 我就放心 惠慈天生就比较机灵 懂事 念祖跟着他 不会出差的 也是 是 从今以后啊 你尽可以放心大胆的 在布庄大门外卖糕饼啊 布庄内 要是有人赶紧走呢 你告诉刘爷爷 刘爷爷 立马叫他走人 哈 刘爷爷是开除他 那我就不敢告诉刘爷爷了 因为我 不要有人为了我 被刘爷爷开除 你可真是个好孩子 刘爷爷 多么希望能有你这么个好孙女儿 可是刘爷爷没这个福气啊 刘爷爷 你没有儿子和女儿吗 刘爷爷 有个儿子 还没结婚呢 刘爷爷 刘爷爷 也曾经有过一个女儿 可是她 刘爷爷 你怎么了 啊 为什么 你家在哪儿啊 刘爷爷送你回家 刘爷爷有车 不行的 怎么 我跟我弟弟说好了 前回前要在相约的地方见面的 哦 我和我弟弟啊 分开卖糕饼 但是说好要一起回去的 哦 哎 那这样吧 刘爷爷把你弟弟的糕饼 也全买下来 然後啊 用车把你们俩一起送回家 刘爷爷就是想跟你多聊会儿 刘爷爷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啊 我也是 我也喜欢刘爷爷 我也喜欢同刘爷爷说话 好好 那咱就多聊会儿 嗯 你 想要听刘爷爷的故事吗 想啊 那好 那 我就讲给你听 嗯 刘爷爷啊 年轻的时候啊 是个穷画家 穷的是三餐不济 你儿子生病时 也没钱送他去看医生 哎 这天都快黑了 这两个孩子 怎么还不回来啊 是啊 哎呦 会不会 会不会是跑到危险的地方去玩了 哎呦 不许胡说 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是 哎 哎 哎 就算他们到了什么危险的地方去玩耍 他们的爸爸也会保佑他们的 绝对不会出任何的意外 是啊 这两个孩子 可是文香哥的心肝宝贝 文香哥 一定会保佑他们的 是的 哎呦 是不是快下雨了 是啊 哎呀 真的快下雨了 这两个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呢 哎呦 妈 这 这怎么办呢 这马上就要下雨了 要把人急死啊 别说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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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们到这里避一避 哥哥 哎呀 爷爷你都淋湿了 下来下来 怎么这么大 我弟弟呢 他到哪去了 奇怪 怎么都没有看到他呢 这么晚了 人家的这么大 我弟弟 弟弟他怎么还没有来呢 你弟弟他 会不会 自己一个人先回去了 不会的 他不会的 我和他说好了 天黑天 要在这碰面的 然后再一起回去的 是这样啊 可是现在天都那么黑了 怎么还没见他呀 我好担心 我好担心 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别担心 先别着急 弟弟啊 说不定 也被雨淋湿了 现在 正在哪个地方煮雨呢 啊 别着急 别着急啊 咱们再等他 再等他 啊 刘爷爷 您快回去吧 外面下着雨 您的家人会担心的 哈哈哈 这关系 刘爷爷家里啊 没什么人 刘爷爷留在这儿陪你 啊 何况呢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要把你弟子高饼的 全部摆下来 然后送你们俩回家去 可是 可是您被雨淋湿了 不赶紧换衣服 您会生病的 哈哈 呵呵呵 没事 刘爷爷身体壮得很 不怕 呵呵 再说呢 这个时候 刘爷爷走 会被淋得更转 所以啊 刘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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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好好好 您着凉了吧 没事 不要紧啊 呃 呃 不好意思啊 呃 把你的手转弄脏了 刘爷爷 把它带回去 啊 洗干净了以后 我再还给你 啊 以后啊 你会经常 到刘爷爷的 服装门口 卖糕饼了 我怕我妈妈 以后再也不允许我们出来卖糕饼了 嗯 我妈妈和奶奶在家 一定为我们担心死了 嗯 嗯 嗯 擔心我们 为什么他现在还不回家 我和弟弟回去 肯定会受罚的 以后 妈妈也一定不允许我们再出来卖糕饼了 一定不会允许的 嗯 别怕 待会呢 刘爷爷送你回家 哈 我一定 当面恳请你们的妈妈和奶奶 呃 叫他们呢 不要折罚你们 哈 我不怕妈妈和奶奶折罚 我就想赶紧带我的弟弟快点回家 好好好 别急 别急啊 别急 真是太不像话了 太不像话了 这一下这么大 这一下这么大 那现在还不回来 哎 太不像话了 这一下这么大 一会儿回来 我一定处罚他们 下这么大的雨 孩子们 他们一定是在哪个地方躲雨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吗 早该回来了 早该回来了 不该让我们在这儿担心受怕 找我们自己的胆心兢兢的 这两个孩子真是 不会有事的 不会有事的 孩子们一定不会有事的 他们肯定不会有事的 温香 你说是不是 不行 我一定要出去找他们 你等等 等等 我也去 妈 雨下得这么大 你待在家里就好了 我去就行了 就是因为下这么大的雨 没有看到孩子们平安回来之前 我能安心吗 妈 你别去了 咱们都出去找找 凡是孩子们可能去的地方 咱们都找找 雨下得这么大 你别去了吧 快走吧 妈 你 走吧 好好好 那你当心啊 快 妈 小心啊 好 快啊 天主 天主 惠子 咱们还是公开吧 那边找 好 那边找 好 好 惠子 天主 天主 惠子 别急啊 你爹地啊 很可能是忘记了跟你的约定 直接回家去 不会的 他不会的 好好好 要不这样 刘爷爷啊 压点钱 到那个对面的内户店家租两把雨伞 咱们俩一起到你家去看看 说不定你弟弟真的到你家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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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走了的话 我弟弟来了 怎么办 刘爷爷 可不可以 请你到我们家里面去看看 我就留在这里等我弟弟 哎呀 好啊 嘿嘿 你看你这小姑娘 你比刘爷爷我还聪明的 嘿嘿嘿 好好好 呃 我的车子呢 在转住哪处 我去 让我的司机来开车送我 这样呢 来去也方便 嘿嘿 我到你家去看看 嘿嘿 谢谢刘爷爷 谢谢刘爷爷 不用谢 那你家住什么地方 就在前面有一个小弄堂 过了弄堂 然后往左转 现在就到了 哦 好 好 变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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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别羞辱人嘛 难道 他是哪家唱馆的花魁 或是清白小云的高级级武装 为何 为何 唯独你不见 为何 唯独你不会 我恨 我恨 我恨你对我的誓言 不是说过永远常相随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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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疼 疼 跟你本来不去 啊 都是你的梦 为什么 为什么 心爱 心成空 知道吗 你知道吗 忘掉你叫我要喝汤 你到底懂不懂 啊 你到底懂不懂 没有你